各位深夜好 我一定要出這段影片才睡覺 而且我32歲了 男朋友52歲 大學港師 嘩專業人士 前幾年他買了一層樓 我165 他160 他比我矮 喂男人160 我不會說 然後樣子也挺醜 第一次見面的確很孤寒 進去餐廳又叫我出來 最後選擇了吃麥當勞 有次去家吃飯都沒有肉 今天端午節他開房 都是我訂酒店 還叫我去超市買定零食 唉我到底怎麼辦 家人知道他是大學港師 已經流口水 我只是基層女人公屋出身沒有讀過大學 英文又不懂 這一輩子都找不到專業人士 就像他這樣 我想你們看了我說的 那些專業人士濕溝度縮的東西 你一方面又想生 第一方面又很喜歡這個人 喜歡他160 我不想放棄的 很沒用 這一刻只想盡快有寶寶 他應該會娶我的 他做了爸爸之後 我猜他會有改變 至少兒子有個大學港師的爸爸 而我也會成為大學港師的太太 人生自此改社了 而且你覺得那些孤雄人結婚之後 會怎樣呢 會有哪幾方面的改善呢 那我回覆他 在社群上 我又是有樣衰 又是酷縮的基因 生脆子女一定很好 鼓勵你們繼續交往 不要讓那些狗屎 樣衰 濕制的那些 矮勢男 流通市面 我再詳細回答你 我其實不太明白 為什麼你們這些女人 會喜歡幫人畫大餅 其實現在那些女人真的很好追 那些女人是不用追的 我告訴那些男人 真的女人真的不用追 除非你的目標是一個婦婆 真是身家又回不上下那些 如果不是一般的基層女人 你們是不用追的 你是一個基層男人 你不需要追一個基層女人 你是一個有些料的 即大學港師 會計師職師 送車師 陪審團師那些 你們都是不需要追女人的 不需要 女人真的喜歡幫你去畫大餅 你不用告訴他 將來我給你什麼 你口頭上的承諾都不需要 你只需要告訴別人 咦 我家裡有花園的 咦 我其實 帶一隻努力士在手 然後他就會幻想無限 就是會幻想到跟你生孩子 我不知道你覺得 為什麼你會給房錢 可能很想自己壞人 我告訴一個大學港師 52歲 還有這些矮矮細細 扁扁 肩頭髒髒 屁股骨髒髒 整個小畫家縮小板 那樣 必定 必定是一個心胸狹窄 以及極度的精緻 離記者 他自己看上去 一點都不精緻 極度的樣子 但是他會很離記 離記得很緊要 你會覺得壞人可以令到他娶你 我想問一下娶你的價值是什麼 公屋出身 沒有學歷 還是什麼 現在別人看中你一件事 你叫做小她20年 你32歲她52 你小足足20年 你知道小過20年 自己的SP 那隻雞 或者總之我要去找女兒 你也要給房錢 SP你也要給房錢 雞你也要給錢人 給肉錢人 你什麼都不用給 你開了房間 然後買了零食 然後還肯和他吃什麼 麥當勞 第一次出去的時候 你已經對他有個光環 我找女人 如果你一旦覺得一個男人有光環 你死了 其實你們很喜歡幫人畫大餅 我再說一次 人家什麼願景 什麼都不用吹 你已經會幫在腦裡自己露補 他很好 好正 給我什麼生活 一個好爸爸 大學講師 我做大學講師太太 你是不是想太遙遠 遙遠都不要緊 你怎麼會找一個這樣人做對象 我幻想 就算我幻想 我也找一些男明星 男藝人去幻想 也不會找一個這樣人去幻想 一個好爸爸好老爸 一六零又養衰又老 他的精還不能用 你知道現在很多男人的精是不能用的 我跟大家講一個實質 你們自己可以去看 無精證 射出來的東西 沒有精子 只有精液 男人有很多 若精證的男人也有很多 你跟他搞很多次 我告訴你排卵期什麼期 你永遠都不會懷孕 這些男人好像自動結紮了 你知道現在有多少這些男人 那個污染 環境的污染 食水 重金屬 你現在有些核福舍水 所有我們的農作物 很多時候都是灌藥 基因改造 我們吃了很多GMO的東西 我們的生活方式 Wi-Fi 5G 現在又說有6G 這些東西 其實全部都會很影響 男人的生育能力 就是精子的數量和活躍度 所以你看到現在很多人做IVF 明明兩個二十多歲 三十歲都或者做IVF的 香港的夫妻都很多 而且很有趣 如果你們發覺 你們會檢查 做IVF之前 通常都會怪那個女人 那些奶奶就會吵架個媳婦 或者生不了兒子 然後後來發覺 原來自己的兒子是無精靜 或者藥精靜 然後就會 算了 你們做人工受孕 但你知道人工受孕 對女人的損害有多大 你有多痛苦 肚子要刺的之針 最後插入你的陰道 經過你的陰道 去拿出來的東西 是多長 多粗 你們自己上網找我 我不貼出來了 就是你經歷很多痛苦 就是因為你選了一個男人 是無精靜 所以你要承受這些 但是你願意承受 因為我可以幫你生兒子 總之 婆婆不嫌棄我 夫家不嫌棄我 就算你賺的錢 比男人更多 或者根本 不知 女人很喜歡作戰自己 反過來 真的女人問題 通常男人都會和你離婚 所以我經常和大家說 女人有兩個價值是最大的 在男人眼中 一個就是生育價值 一個就是經濟價值 如果你有經濟價值 你就要用一個叫付出的保母價值 就是你要持家做家務 顧家照顧小朋友 哄爹老爺奶奶 你要用這些去取代你的經濟價值 所以其實是很現實的 就是你看到這些結婚 生孩子的東西 我聽過一件案子 就是一個女人 其實她沒有問題 她的生育能力 她的卵子排卵過夜都正常 男人是弱精正 就是那些精子數量很少 簡直都選不到正常的精子 是漂亮的 跟她的卵子結合 那很辛苦 蔣大輪 通常都會直入兩至三個 看看多少個會存活到 所以她就懷孕雙胞胎 後來雙胞胎的過程 你也知道會有高風險 就是你那個 你一是 單胞胎其實已經會有些風險 你懷孕 那雙胞胎又增加了很多不同的風險 最後那個女人生了兒子的時候 真的很不幸地 是要折肢的 折了一隻腳 接著那個男人 其實接受不了自己 一個殘廢的妻子 是跟他離婚的 子女 我就沒有追隨到要不要 總之就跟這個女人是離婚 還要是正正地提出離婚 不是跟你談的 是消失 然後就收到一份 一個通知書 我就叫你離婚 有些律師委託 真的是這樣的下場 所以 你問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你覺得你會大肚子之後 這樣的認頭 我當他因為他年紀大 叫你生下來 我也挺肯定這個男人 不會跟你結婚的 他最多叫你試試生下來 但他也不會負責 你懷孕過程中出現什麼問題 小產、流產、病發症、任神糖尿、任神毒血、 產檢錢、生仔錢 這個男人都未必會幫你付 紡錢都不付 你第一次去約會 你接受到自己三十多歲 對方五十多歲的大學講師 你接受到大利麥當勞 那個核心是怎樣告訴你 因為人家看死你 人家看死你 看死你容易吃 看死你一個基層女人 一個基層女人 你就是 會 真是去行一個被他拿乾拿乾的地步 如果你是一個醫生 你是一個女醫生 你覺得他那麼膽帶你麥當勞 他覺得你不值 他覺得我請你吃麥當勞 你又是跟我睡 我帶你去一家好一點的餐廳 你又是跟我睡 我小的錢在身上 你什麼新鮮蘿蔔皮 人家一定這樣看你 我告訴你 男人給女人現實一百萬倍 女人經常在想 這個男人對我好不好 男人是一定看你價值的 你的經濟價值 就是一開始約會之間最重要 你千萬不要以為男人說什麼 看樣看樣 好條件的男人 最後全部都是找一些門當戶隊 或者是高攀的女人去取 我未見過好條件的男人 是會向下找的 沒有的 基層男人就會 一些不上不下的人 可能向下 但他們都要榨取你身上僅餘的價值 所以你說 什麼鬼呀 跟他生兒子 講師太太 你是不是想得太完美了 他有一層樓 你覺得他會不會亂娶你 你什麼都沒有 你只有一個屋村妹 一個公屋妹 你覺得人家學歷 又沒有英文又不懂 他帶你出去 他也覺得樣子衰 你不要以為男人不在乎這些事情 你可能覺得自己年輕 要找個好像你那樣 30歲出頭 找個再年輕也可以 二十幾歲 聽到大學說 才流口水的多滴士 他搞學生還可以 他不需要選擇你 你是沒有價值的 你的價值就是幫他付房錢 可能他連主餐飯都不下肉給你吃 就是覺得肉貴 給你吃全素 跟你吃麥當勞 你連在酒店房錢 都要自己給 然後你覺得這個男人會娶你 就是因為你懷孕 你看到你自己的青春太大 你看到經濟價值太小 因為你沒有 你沒有經濟價值 女人凡是會說 男人其實不是的 都是喜歡女人的溫柔 看貼看樣子 你儘管看下 有些條件的男人 最後會娶什麼女人回家 很多女人都會誤解 一個男人 很差很差的男人 只要我肯跟他生一個兒子 只要我肯去屈室 或者屈袖 做一個賢妻娘母 就可以慢慢改變他 我說過很多次 人就是選擇人不改變人 我就用改變那個部分來跟你說 根本改不了 改不了 怎麼會改到呢 一個這麼勾思這麼薄 一開始都已經沒有付出意識 不肯對你付出的人 覺得他有什麼改變 是不是 你覺得你家人流口水 為什麼 因為你的家人太差 你的家人的環境太差 大學講師是什麼一回事 你看到他這麼高 你給光環他 畫大餅 是你自己畫的 那個男人是不用幫你畫的 你自己覺得他很好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以前我也認識過一個男人 說什麼貴的 他經常跟我說 他有花過什麼錢 洗過梨 洗過路 怎樣去 總之說到自己很厲害 不斷這樣催 他不是一個香港人 是一個大陸人 沒有任何男女朋友關係 純粹聽到救人 在那裡浪費命 即是我逢是見到這些人 我都會覺得 你實際究竟 能夠賦予什麼東西給我呢 你說你這麼堅強 那你能夠給我什麼呢 大家真的不要只聽別人說 他講到自己吹到天翻龍鳳 什麼CEO 哎呀不知道是什麼 什麼很出名的人 的朋友 什麼契仔 什麼東西 你不用管他說 他給你什麼 見面禮 你能不能送到一個袋子給你 送到一個包子給你 送到一個包子給你 我告訴你這個年代 除了大陸男人 有機會是這樣之後 香港男人是不會出手闊搶 又見面禮給別人的 即是你第一次 譬如一個女生正式去婦約 約你去街 你連一間好多的餐廳都不會找 即是都不會去 願意甘心請人吃飯 就是我講的那種 那種狗屍獨肅男 但是你想想你們這些女生 有什麼需要 你們是垃圾 因為你們不認自己是垃圾 不是垃圾嗎 別人帶你去吃麥當勞 你之後都肯和別人發展 還說去開房子給自己 給房子錢 我真的想問一下你們有多尷尬 你真的出身很差 你差得是 你會覺得 一個男人帶你去麥當勞吃東西 你坐在那個位置上面 然後可能叫一個包 吃薯條 你覺得這樣坐在那裡是正常的 不正常的 怎麼會正常的 人家當你是什麼 當你是垃圾 即是你連那種自尊自重都沒有 你們還會不斷地保佈 人家就是救了 我家怎麼樣 我認識什麼有錢人 然後你們就上腦子上腦子 不斷地保佈 那個男人是完全不需要對你付出的 不需要 因為你自己會保佈 但凡一個男人跟你說 我有什麼勁 女人都是一樣的 有些老千的女人專門 本來是騙救人錢的都是這樣的 就是說自己做生意厲害 你看看我幾條片前 說我鬧得這麼累 又說自己多厲害 就是一些富二代 然後自己說 有什麼企業生意 幾億身家 你相信吧 是不是 你想想這些女人 她會不會跌些東西給你 跌餐好一點的飯給你 也不會 不要說實際上送什麼給你 我告訴你看人送禮 是最明顯的 一個人出手闊桌的人 一個人真是大方 真是有料 真是 錢對來說不是太重要的人 她基本上她對你有少少好感 或者你是我的朋友 我已經會買東西給你 買一些價值不非的東西給你 就是幾千幾萬的東西 買給你 不是那麼大的 就是不是一個大問題 你看她做的東西 看她有沒有實際的東西給你 人物資源那些擺放之後 之前我就很實際地跟你說飯 說禮物 這些東西都沒有 你不要跟我說這個人有什麼錢 我最討人在這裡 吹吹吹吹吹吹吹 你叫她跌個包給你看看 是否會跌給你 是吧 所以 所以很直接地 去到最後一句 就是跟你說 這些人應該要鎖死 不要被這些又醜又矮又矮 又無能用的男人 去流通市面 去找其他基層女人去下手 他為什麼要找基層女人下手 我也相信 你一看下去就是那種 已經是看穿了那種女人 沒有學歷沒有學識 看到她是養母惡高的頭 覺得她有光環 仿錢也願意出 你想想現在這個年代 那些女人墊成怎樣 幸好也是 我剛剛收到一個電郵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女孩子就是00後來的 第二次發電郵給我 她說 看完我新出的那條片 就是剛剛對上那條 看完之後真的太有感覺了 就是我是00後 就是討論這個問題摘偶 為什麼有些人覺得 找一個對自己好的人就可以呢 那他後面那些呢 我都不再說了 其實都是重回我之前說的 一個人不可以理 是逃他對你的好 因為好是沒用的 一個人如果你只是貪他對你的好 那種好明天睡醒 他不再對你好的時候 你渣都沒有 那當然 比起剛才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又對他不好又沒有錢 他只是覺得你是大學講師 我告訴你 大學講師當作騙你 他拿個員工證給你看 拿個什麼給你看 就算我當他是 他什麼都跌不到給你 我再說一次 這些男人不會和你結婚的 不用想了 他有一層樓 如果是他的名字 他為什麼要和你結婚呢 小姐 他和你離婚 他還要分身家給你嗎 分層樓給你 就醒一下 這個女生 因為我想他也看得多我的片 所以已經很聰明了 其實 但凡你們看了我兩年以上的人 一定已經是金晶火眼了 不會這麼戀愛怒 什麼鬼 他對我好就可以了 這樣 這個女觀眾還搞笑 她說我是很懶惰的女生 見一個中一個 男人這些下半身思考的動物 都是跟我差不多的 你為什麼會這麼膽 把自己的命運和一個人綁在一起呢 如果是我 看見他走隔不走 不走 所以這個人是清醒的 其實現在也有很多年輕人 可能見到自己的父母 遭遇 或者爸爸媽媽那些 狗血東西 媽媽嫁完又嫁 娶完又娶 一屋兩家五姓人 那些 你們都害怕了 而且真的很恐怖 現在網絡發達了這麼多 你們除了只要聽我說 很多那些案例 你們在新聞看見也有 網上那些也有 很多不同的人分享出來的故事 其實你都會知道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們會不清醒 32歲應該是91年 91年還是這樣 其實91年我會把你歸類為80後 腦子都是塞的 塞到爆 通訣都不清醒 哈哈 這個零零很搞笑 你這句說話 應該可以回應這個32歲女觀眾 她說 好心你們不要那麼蠢 從小到是被人洗腦 這些全部都是窮男人的把戲 如果不是一夫一妻制 這些人根本不會有老婆 一夫一妻制 根本就是為窮男人有老婆 益處又不是女人 其實真的不是所有男人都有資格生 假得不好就不要嫁 真的真的 千真萬確 你問我 你說得對不對 絕對對 但我不將你整個電郵讀出來 你們喜歡可以慢慢看 講一下那些藥精症 無精症 這個問題 有什麼男人應該生不生 首先你有資源 如果那些藥精症無精症 你知道在大自然被淘汰 你是不會有後代的 其實你不應該逼女人去做人工受孕 你的精有問題 就代表你的人的身體有問題 你是不應該去逼女人做人工受孕 去滿足你那些媽媽老爺奶奶的期望 大自然的法則就是你健康 你優秀 你有資源的男人 你就可以有後代 否則你不應該有後代 但是你很明顯看到現在那些混混惡惡 那些小孩 就聘請了一遍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 他很想生亡 沒有錢 沒有資源 基因 沒有 強行有人工受孕 你看到那個女人 我剛才提到 截肢 生完雙胞胎 要截肢 已經受盡痛苦 在你懷孕 就是因為你老公是弱精症 然後你最後還要跟你離婚 打算找另一個女人試試生 其實他找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都要做人工手印 可能命運都差不多 很恐怖的 不要輕易為了一個男人做IVF 做這種人工手印 那個男人本身的精緻 其實多數都是出於男人問題的 生不到孩子 那個男人的精緻有問題 就代表這個大自然 就是不讓他有下一代 你還在強行整理做什麼 你做完人工手印之後 有些什麼病發症 或者在做過程中如何受傷 有些可能真的弄傷了子宮 各樣東西 你覺得那個男人會可憐 你當然不會 他覺得你沒有人用 我娶那個角 你弄得好 死了又好 什麼都很殘廢 我走路娶那個角 男人永遠都是這樣想的 這個我不是想去貶低男人 而是就像女人尋找資源的腦筋一樣 你窮那個女人就很想走 他從心底裏面想走 女人就是這樣 你破產我就很想離開你 我想去找一個更加多資源的人 男人也是 你生不到的死了 他不會想起自己弱症 不會的 我找另一個女人 可能跟我OK 可能生到 可能醫生說我弱症症 根本不是真的 可能我找另一個女人 另一個女人條件好些 可能我就不會有弱症症 如果我找到一個婦婆 我生活好 我不用上班 可能我的精子又多些 真的會這樣想的 所以不要輕易 女生 你們零零後 尤其是一零後 你們很快會生小朋友 過多幾年 可能你都會 有人想你結婚 生孩子 各樣東西 奶奶 有些會催 你們想一件事 如果真的有必要做IVF 你想想好不好做 很多時候IVF 做這些人工受人 很多時候都會是懷傷包胎 你有沒有這樣的資源 你可不可以不上班 在這裡安胎 躺在床上安胎 你有沒有把握 如果你生完之後 好像 不要說截肢 生完之後 周身病痛的 周身痛 從這裏病那裏病 你有沒有辦法 你的娘家是可以 照顧到這對子女 而不需要靠男人 大部份的答案都是NO 大部份都是不行 大部份都是知道男人 你排除萬難 開了雙胎出來 結果搞到自己周身爛 甚至乎要截肢摸一雙腳 男人就走了 我真的想問你 為甚麼 下課